近日河南松县一高校园内在50余名学生的帮助下 一幅长36米的清明上河图十字秀才得以全部打开展示 这幅巨型十字秀是梁英丽10年前在郑州打工时购入 耗时10年完成 十字秀是我在那010年在郑州打工 挣了钱 挣了一万多块钱 那时候去看上 看上这个十字秀也乖喜欢 所以说就给他埋下列 埋下列在今年给他完成了 做了十年功夫 展开这幅十字秀 秀工精美 参与展示的师生们表示 打工者用十年做一件事情 他坚持不懈的精神对学生是种鞭策 坚持 有这个目标之后 为这个目标付出十年的兴趣 实验自己的价值 实验自己的认识 魅力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 是不是 下来一学期 挺厉害的 没想到 在外边搭着混产的 做出了这样的 叶重 梁英里的丈夫表示 十年前打工时工资较低 一年仅能赚一万多元 但妻子喜欢这幅十字秀 所以太支持 但当买回来 看到画有36米长 仅图测就有十多本石 开始也担心妻子玩不成 前十年那都比较低 当时也不是行动他玩好 反正他个人家的时候 他说做啥 不然我也支持他 也非常支持他 可是我也感觉 这阵营大 也就70米 30多米 这是不是能行 也有这个担心 有这个疑虑吧 人家有个横行 你不管干啥 不管学习 不管干啥 一只能力 都有成果